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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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纳、隐藏 是有多家人要面对的问题 透过室内设计 我们可以把它们变成一种艺术 尽来参观这个单位 实用面积950平方尺 夫妇两个人住 长假期的时候 在外国生活的子女和孙子都会回来 所以收纳空间和隐藏式的睡床 都是这家屋的设计重点 林俊琪、Chris 艺员训练班毕业 有人说他像师弟王浩信 不知道他又会不会喜欢这家屋呢 名字牌 韩音 为了大量收纳空间 两边厅托工做了很早的高薪大櫑 但做柜太门了 抽空在中间举了展示区 摊 для屋主珍藏 成为全屋焦点 我很喜欢这种收纳型的櫑 因为我平时喜欢买很多衣服 我絕對需要一個衣帽家的空間 去安置我的衣帽鞋襪帽等等 另外我自己很喜歡紅酒 我絕對需要一個類似的酒櫃 去收藏我的珍藏品 來到工作房間, 門和牆都拆開了 那種用與飯廳共用的高薪櫃做間隔 實用很多 加上其實暗藏了蝶床 有需要的時候還可以增加床位 我對收藏式的傢俬不興趣 不是說很大 因為我自己很怕麻煩 我平時喜歡打完飛機、工作 直接躺下床 所以我比較喜歡傳統式的傢俬 在圓關左邊做了暗門儲物房和暗門鞋櫃 收納儲物的空間非常足夠 洗衣機、乾衣機、紅酒櫃和清潔用品等等 全都放進來, 完美地收藏起來 在設計的線條上 我們主要以一個幼細的梳子木條 設計為身貫穿兩邊廳的元素 將設計的統一性歸一座 一來就可以將空間感擴大 增加時夜 第二, 我們可以將樓底的高度拉高 減低壓迫力 除此之外 因為我們不想整間屋都是用梳子條的設計 我們在兩邊的高櫃中間 放了平衡四邊形斜線的元素 也圈掩出另一個重點的設計元素 在這間屋內 提到睡房的修納, 除了大衣櫃之外 當然有儲物地台 兩間房都有 但這間房間做到窗台一樣高 加張床墊就可以多一個床位了 坡房所以, 寧總是為了 這場燈子 如果不是像是床位 更多個階段 並且有更多個階段 這位階段 有altro豐富的國人 祈禁 你知道 這位是的是床位 今天的天空 我對床沒甚麼講究 我覺得回到家裡 有床搭上去便是 我唯有一個要求就是 床一定是用耳朵 另外一定是地台式的床 因為我覺得可以收買很多東西 善用了很多空間 至於在燈光和燈具上的應用 我們這次就不採取 用妖燈或吸天花燈的效果 因為比較壓迫 我們這次就用了燈槽和射燈的效果 一來就可以將層次更加鮮明 顏色上的分配也可以明確一點 燈槽上的滲光效果 就比較均勻和 射燈就增強了照明 令本身我們做的特色場和場子 的質感更加突出 這間屋的設計連裝修費用了150萬 我喜歡收藏直的家事 他改變了我對他的看法 原先我以為他是用空間很小的地方 但原來不是 他承認了很多空間之外 看起來很舒服、很簡單 另外我有朋友來到的時候 我又有多一個空間可以招待他們 另外我很喜歡這間屋的 收納空間方面的設計 做了很多櫃, 放了很多東西 很整齊, 但又不會有壓迫感 另一樣就是他的用色 用了白色、米白色、淺木色 玫瑰金色、灰色和大花白混石 傾向現代日式簡約和歐式精細 簡約得來優雅 精細得來令人覺得溫暖和舒服 同時保留了兩邊廳的大窗 達到天然採光效果 再加上全屋長生都是以長子為主 豐富了質感, 令到層次增加 又在剛油並製的物料之間 加入了板岩作為串連 造成中和的效果 亦增添了優雅的氣派 還有就是他對區域的劃分非常清楚 每個區域的用途亦分配得很仔細 不會混在一起 特別是一個地方 當時敵意兒, 算是一段時間 移動一段時間 想要撫上去 你的気球 當時敵意兒 就需要啊 然後就給你留下 你可以就坐下